在中国西南边陲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 云南省宝山市 这里历史文化悠久 物场丰饶 风景优美 气候一人 具有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这里废除印中梦眠 经济走廊核心区域 交通便利 是中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部 也是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门户和前沿 从宝山通过史迪威公路 到缅甸密支那只有300公里 到印度雷多只有700多公里 宝山学院就坐落在宝山市龙阳区 是云南省省属公办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 学校占地面积1000余 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 校园依山而建 环境幽静秀美 人稳气息浓厚 拥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 可以满足1万名学生的学习生活需要 学校秉持 厚德 力学 敬业 笃行的校寻精神 培养高质量 适应性强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 高素质专门人才 努力成为立足宝山 面向全国和邻近国家 办学特色突出 专业优势明显的地方性 应用型 国际化综合大学 学校设有14个二级学院部 68个专业 开展专科 本科 研究生 多层次学历教育和等期培训 韩寿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办学 学校拥有一支智学严谨 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职工900余人 其中教授45人 副教授137人 博士17人 硕士研究生230多人 先后聘请美国 英国 瑞典 缅甸等国家外籍教师45人 聘训中国两院院士在内的 客座教授42人 面向中国17个省 市 自治区招生 向南亚 东南亚国家 招收留学生 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9000人 其中外国留学生35人 学校拥有云南省重点学科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省级精品课程 省级教学团队 省级师范学习实训教学基地 省教育厅工程研究中心 省重点实验室项目等20余个 其中生物学 美学 民族学为学校特色学科 汉语研粉学 财务管理 土木工程 珠宝预事鉴定与加工等专业为学校的品牌专业 学校设有猪游泳院士工作站 高丽贡山生物研究所等10余个选述机构 近年来 主持中国国家社科基金 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全国教育科学教研规划课题10余项 省级科研教研项目50余项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奖等省级以上 教研科研奖励40余项 学校扎根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 利用自身办学资源和优势特色 以新观念 新思肥 新举措树立新形象 通过内涵发展 开放办学 合作办学 以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各类高素质人才10万余名 2008年至今 连续8年获得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一等奖 学校以产学研肥纽带 全力推进校政 校企 校校合作 推动高等教育的集约化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 与红云红河集团 建设银行 陆华能源科技等企业达成合作 通过设立奖教基金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成才计划 开展专业人才培养 科研开发等多种形式 努力探索服务与需求 知识与资本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与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 云南大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签署合作协议 与宝山市贡献丁锡应用技术大学 珠宝学院 学校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需要 借助自身特有区位优势 站在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前沿 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 加强国际合作 与临近国家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社会组织 华人华侨社团等展开多层次 多途径 宽领域的交流 为增进友好互信 拓展合作领域 丰富合作内容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开拓教育国际化的特色办学之路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分别于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 曼德勒外国语大学 密支纳大学 泰国先罗大学 帕纳空皇家大学 政大管理学院 钢拍笔 皇家大学等高校 实现了人员互访 并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和多项项目实施协议 当前 保申学院正位上 一带一路建设目标 落实地方性 开放式 国际化 应用型的办学思路 抓住机遇 成事而上 弘扬艰苦创业精神 主动服务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朝着创建编滴一流 应用型 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奋进 保申学院愿与海内外朋友 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保申学院欢迎您 保申學院了 保申学院,"并昌路名,婿恢复 在日本人后会不象派的